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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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是说在我们的公园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吗 这边是芝芝花吗 芝芝花是要用买的 芝芝花真的很香 小苍蓝是我非常喜欢的味道 你看有很多什么香水香精香料 然后沐浴乳啊 然后我最近用的那个洗衣球也是小苍蓝 我超喜欢的 那我们先从小苍蓝先下手好不好 小苍蓝是哪一支 小苍蓝色的 然后这个是桃红色的 小苍蓝有不同的颜色 好漂亮 对 我们今天带来的有三种颜色 那它味道都一样吗 呃 你闻闻看 好 其实小苍蓝的味道啊 不像是我们市售的一些苍蓝的一些品香的一个香气 所以完全把它覆盖 对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闻不到小苍蓝本身的味道 但淡淡很淡 淡淡的 其实小苍蓝这个味道才是最原始的味道 好香喔 我好喜欢 对啊 它放在车上其他的味道就可以弥漫在车子里面 那像以前小苍蓝喔 是用来做安抚 真定身心的 好漂亮喔 大家看到 就是说我们平常都有看到小苍蓝的香水啊 或是小苍蓝的沐浴乳啊 或是像我现在用小苍蓝的洗衣球 但是喔 真正的小苍蓝是长这样子的 有白色的 黄色粉色 我没看过本人 对吗 对对对对 好漂亮喔 很漂亮很漂亮 嗯 那今天带这个来最主要的是 也是让大家知道 其实小苍蓝的味道 其实弥漫在我们现在这个 叫做销售的一个市场 但它的味道真的都是香精跟香料 对啊 不是同样的味道 真正的味道它非常非常的淡雅 然后非常的轻柔 所以自古以来喔 真的就是拿来喔 做一些洗涤沐浴 然后也可以把它浸泡在酒精里面 然后呢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市售的一个香水啊 或者就是呢一些喷洒的一些物件 嗯 所以我今天来讲还是 我昨天晚上有泡了小苍蓝的一个那个浸泡的部分 嗯 嗯 小苍蓝跟枝子花 嗯 哇这个 嗯 小苍蓝跟枝子花浸泡 然后这个浸泡是 浸泡的丁寂 丁寂我用的是普特加 当香水吗 因为昨天泡的 所以今天其实味道没有那么的浓郁 但其实颜色就已经改变了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可以直接 转开就好吗 对转开来 好因为我看到它上面有那个 它是不是摆在那边 你这上面有洞吗 对其实它有洞 然后就可以直接修闻新香 哦 了解 这样可以直接闻 好我闻看喔 嗯 跟我们平常闻到味道不太太一样 真的不太一样 可是枝子花你泡在那个丁寂里面之后 闻起来味道也不一样 它会泛黑 嗯 对 会有点泛黑 对 所以如果说今天家里面有栽种一些花朵 除了欣赏之外 秀纹之外 拿了沐浴洗涤之外 还可以把它泡在家里面的一些 酒精的一个品箱里面 嗯 然后就把它制作成丁寂 会比较好保存它 嗯 但味道真的会跟原始的花香喔 会有所不同喔 诶 那这个泡的时候我可以拿来当什么 可以拿来饮用 你好好拿来喝吗 然后也可以拿来就是直接把它 稀释之后拿来就是当成香水 来使用 多高的伏特甲 哦 我们用四十而已 四十的伏特甲 对 如果要再好一点就是 啊 截取的一个成效好一点 就是要用到八十 或是用到九十六 嗯 就是生命之水 OK 好 所以这个是泡了枝子花跟小苍蓝的吗 嗯 好 枝子花小苍蓝 就刚刚讲小苍蓝部分呢 它最主要呢 它是一个求精类的一个植物 很像是水咸 嗯 然后呢就是它的一个花开的部分呢 其实还蛮特别的 颜色非常的一个封锁 嗯 然后它有一个花语 叫做独立优雅的女性 嗯 那枝子花呢 枝子花的部分呢 还是要让红红红红红看 虽然味道已经很浓郁了 但拿在手上的感觉真的不一样 哇 枝子花真的很深 对啊 这个花型哦 其实并不是在全球都有 但是在国外它是一个非常高级高雅的一个 好漂亮 花的一个领像 蛮多新娘 还蛮喜欢在结婚当天哦 对对对对 手获着枝子花 那枝子花呢 它也有它的一个花语 那这花语的部分呢 就代表纯洁 勇敢跟坚强 嗯 好那除了这两种花之外呢 今天其实还有好多花哦 是 我们再陆续介绍来看看还有什么 呃深山荫吗 嗯 感觉起来春天刚过 我想大家都已经有欣赏过各地的樱花了 你最近有去看樱花吗 最近没有 嗯 对对 其实还是有蛮多地方樱花还是开着 但是因为开始变暖了 嗯 所以在这个季节来讲 如果说真的要是要看到樱花 我觉得可以看它的一个呃 比较 旁系的一个 今天带来的这个东西呢 它叫做深山荫 嗯 非常非常的小 然后呢 它是属于康乃星同科的 嗯 很小很小的花 它很好玩的 它在晚上的时候呢 它会缩小睡觉 嗯 早上的时候它才会开始慢慢的绽放开来 嗯 然后呢它的一个花语呢 是女性之美 代表的就是一种柔和啊 一种淡雅的一个氛围 嗯 好 那再来百合 嗯 百合大家就很熟悉啦 对 那这样可能就不太熟悉 真的耶 这个百合好特别喔 可是我也有看过它 嗯 我们待会再继续聊喔 我们直播也继续 今天礼拜三喔 我们的一同爱自己单元是百花盛开花朵香气县里的主题 那今天早上因为刚好碰到地震 而且余震不断 我们大家心里面喔 都有点这个 心惊胆跳的 真的 慌慌的 对 刚好呢可以用这个花香 嗯 来帮我们抚慰一下心情 所以呢 今天呢我们很开心 请到的是戴田国际方疗学院的校长 郑亚文老师 来跟大家分享 老师今天带了很多的鲜花来到现场喔 终于让我们这个 早上到现在 呃非常惊恐的情绪或者是紧张的情绪喔 希望能够缓和 那老师呢 也帮我们介绍了一下 在这个春天呢 正在开放的这些花朵 他们的花语分别是什么 然后又可以利用他们来做怎么样的萃取 嗯 对 那刚刚我们介绍了 嗯 有枝子花 小苍蓝 还有深山鹰 嗯 那还有百合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百合 跟我们一般看到的这个大的香水百合很不一样 对 嗯 它的味道其实也很淡雅 这个名称叫做水仙百合 所以它也是球精的喔 嗯 那一般百合其实还蛮特别 在于它的球精 一般会当成我们的一个药膳食材 有没有吃树的 是不是会吃到那种百合的那个球精的一个部分 嗯 然后用来呢 去增加一些 人体的一个 这个还蛮有营养价值的啦 它的味道也好淡 淡淡的舒服 其实也是淡淡的 老师 要帮我们介绍一下它的那个其他的部分 嗯 就是它百合的部分来讲啊 它是我们的一个药膳 然后呢它有非常丰富的一个淀粉质 就是在于它那个球精 嗯 所以如果说是吃树的 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吃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个药膳 湯品的时候呢 大家就会吃到有关于百合的一个部分 嗯 然后对于花语来讲 它叫做永远幸福 嗯 那当然还有就是现在 其实每年在这个绣球花季节的时候 杨明身上的这个绣球花 嗯 都会人山人海 很漂亮 你今天有带绣球花 对啊 绣球花其实它很特别 嗯 绣球花它的花语我们先讲一下 好 叫做希望 嗯 另外一个叫背叛 哦 怎么会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它从它小小的 小的绣球花呢 开始在成长的时候 像这个看起来是橘色 对不对 好漂亮 有可能它长到大的时候 它的过程已经会翻成很多颜色了 哦 所以它的颜色会变 它的颜色会变 为什么 因为随着它土壤的一个酸碱池 里面的矿物质的状况 它会跟着改变 嗯 所以有时候那种小猪的绣球 把它移到其他的一个土壤的时候 它整个颜色就会大翻行 所以就会很开玩笑 就是到时候 父母会看 会不知道 认不得是自己的小孩 哦 那那一桌也是 对不对 这树是绣球 对 它也是绣球 这树就是我们常常会买到的 对 它是属于比较有点淡 有蓝 蓝色 蓝白色的 很漂亮哦 也是像是新娘花树 对不对 这树是你的 请留着 谢谢 这个你是买的吧 对啊 这个就是买的了 它下面它有帮你放那个 放那个水 在底端 好美哦 所以这是绣球 所以绣球花的花语 居然有背叛 怎么那么有趣 从来不知道 它代表的就是 稳固跟希望的意思就是呢 它其实它蛮 蛮适合在家里面去栽种 因为它很好生长 所以呢 就是毅力不拔哦 就是不动摇 那背叛那个语词 那个花语 其实也真的是蛮有趣的 对 好 那所以刚刚老师 其实有说我们可以用这些花 来做一些香水的调制 是 那要不要再跟大家讲一下它的那个配方 我们今天来讲的话 其实呢是以花朵的一个新香 来做选择 那花朵的部分 对于刚刚那一些 除了小苍蓝 大家会误以为那市售的一个味道 就是来自于小苍蓝的花朵 但不是哦 市售的还是属于香精跟香料 那我透过就是在这个春季的一个部分的一个花朵的一个选择 今天帮大家选择的几种味道 待会我们会一一的去去让我们的主持人呢去嗅闻 那今天的香水的配方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基底哦 必须要用到的是植物酒精 植物酒精呢可以用福特加或是勤酒 那或者呢就是用我们刚刚那种浸泡的丁剂 像刚刚童文觉得那个野浆花的丁剂很好闻 其实待会童文就可以用野浆花的那个丁剂 来自作今天的香水的一个基底 那今天的丁剂的一个基底哦 就需要6毫的一个的一个容量 然后里面我们待会要放6到8滴的精油 那最后呢调和好之后呢 其实还是会再加上一点唇露或是唇水 因为丁剂为基底我们不太建议百分之百 这些酒精还是比较容易会刺激到我们的皮肤 所以我们待会来选择一下 好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做了吗 就开始来做了哦 然后呢开始还是要闻一下味道 那这个请你帮我选择一下哦 第一个是橙花 橙花的味道您喜欢吗 喜欢啦橙花我们都是一直都很喜欢 蛮熟悉的 可是我觉得你今天带的我都喜欢 真的 因为就是橙花 花朵是非常好的拥抱的力量 嗯 所以今天也可以路过花店 帮自己啊买一枝花买一束花吧 我都觉得今天 行天宫今天会不会很忙 哈哈哈 就是那种小孩其实也会吓到啊 真的会真的会 早上我自己有吓到啊 所以今天就是要好好的给予拥抱哦 有啊我那时候也是抱着它躲在躲着啊 吓坏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 那橙花一号你可以在上面写上 嗯 一到五分你喜欢几分吗 我没比 待会比较好选择 我没有比 那我们在心里 OK好 一到五分喜欢几分 可是不行啊 一分是不喜欢五分你很喜欢 这个要比较的啊 哦也对啊 好吧那我们待会好了 来那这个是茉莉 茉莉 刚刚那个童文在中间休息的时候 他有选到茉莉 然后是蒸溜法的 今天都是蒸溜法胜出 嗯 好 然后你就一号二号放着 嗯好 然后三号是白玉兰 白玉兰也是蒸溜法的白玉兰 白玉兰比较浓一点对不对 对啊 嗯因为它真的还是比较 有它的一个野性 对 嗯 野外哦绽放的花朵 通常它的一个香气都会比较 独特一点点 对 必须要吸引一些那种昆虫啊 前来做授粉 这是桂花 嗯 哦你今天拿来的都好贵 哈哈对哦今天好贵哦 对啊 哎我们今天要抽奖哦 要抽两瓶给听众哦 桂花跟茉莉都很贵我记得 都很贵都很贵哦 都很贵的 对但是 可是它们真的可以放在一起吗 我的意思是说 可以的 它们的味道其实都 没问题的 嗯 桂花 桂花好 为什么有种甜味 桂花本来就是籽类 本季籽的一个含量比较高 所以它的一个甜味就会比较重 嗯 甜味就比较能够 呵护我们受惊吓的身心哦 这个是 这个是香水树伊兰 嗯 伊兰对 很久没有闻到它对不对 对 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伊兰的人 你不喜欢伊兰 但是有的时候在调花朵类的香水哦 伊兰哦 稍微低一点点 画龙点睛其实成效还蛮不错的 嗯 然后这个比较奇特一点 嗯 OK 对 哦 这什么 鸢尾花 哦 鸢尾花 哦 鸢尾花 鸢尾花是杜鹃吗 对 杜鹃的一个螃蟹 对 算清气 嗯 嗯 好 那我们就从这几只来选择吧 嗯 嗯 那我当然要 你当然要 我要几种 我可以挑几个 嗯 我们六到八滴 所以以香水来讲 你要选择各一滴也可以啊 只是味道 它就会有点复杂 对 所以选个三四种没有问题 莫莉 莫莉 再来给您一支好吗 好 这个是 哦这个我 这个这个是什么 但是我们长辈很喜欢的 玫瑰 讨厌 不是精油 我这要说我喜欢 对吗 然后你就说是长辈 啊对不起 这个喜欢啊 但是它不是精油 它不是我们一般的玫瑰精油的味道 它是什么 它是玫瑰香精 但对于长辈来讲 有很多的碰云啊 有很多的沐浴乳啊 洗髮精 早期都是用这个香料 因为它是来自日本 这是日本的香料 可是你讲香精 大家就会觉得它不好啊 不会吗 不会 在香水的世界里面啊 其实香精哦 呃 并没有不好 只要你喜欢它的味道 成磅我是长辈 没有我也喜欢 因为这个味道 我真的也很喜欢 所有的一个花香 对长辈来讲 他们都不熟悉 这个是他们从小到大 我有一个那个八十几岁奶奶 她说这是 我小时候的味道 对 所以有的时候 在这种状况之下 它就算是香精 我在调配香水的时候 它也可以录 哦 又在震动了 又在地震了 又在震动了 别害怕 我们现在又在上下震动中 真的是跳跃前排 你看我们的花 我们的花 我们的花 动得超厉害的 摆在这边 好 现在开始左右摇了 好 大家其实看着我们的花 就知道 哦 现在摇得有点大 这摇得有点大 摇得有点大 好 好 我们外面有船来尖叫声 地震的时候先不要想地震 好好的先呼吸 所重在自己的呼吸 这个时候你可以好好的吸气 好 我们有听到外面有同事在叫 好好的吐气 当然如果可以的话 先把门打开来 好的 感谢同事又来帮我们开门 但我都不晓得 什么时候我要冲出去 目前这个状况 应该都还在可以不用冲出去的情况 我们的角度冲出去来不及 所以应该先看柱子在哪里 对 我们来不及 我们要先看 对 我觉得要先看好柱子在哪里 好 好像好一点了 好 我们继续 好 声音刚刚讲到 可是好 我跟你讲 我们在25楼摇就是 摇完之后你会昏 会不会昏 有点昏对不对 对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到最后你会不知道他到底停了没 真的啊 在25楼真的是会这样 好稳定的孩子啊 他站着 站着都还好 好 让我缓一下 我先不晕了 好 那我要这个 莫莉 太好了 莫莉 不对 你说我可以滴8滴嘛 6到8滴 6到8滴 没问题 那我到底要选几种 如果我选太多种 它其实会 味道会很困 别担心 我觉得三四种我们可以 可以去使用 您先帮我选一个颜色 你看今天是花朵的瓶子很漂亮 好漂亮 天哪 大家今天一定要来参加抽奖 好美很美 老师今天真的是放大局 好美 老师今天带来的都是 第一个都是很贵很贵的金 哦 我好喜欢哦 都很喜欢 真的都好美哦 整半我无法 无法 无法 这个好了 这个 这个比较 这个是粉的 对吧 可是这个也好爆料 我不喜欢红色 但它这个红色让我很爱 如果是我会选这个颜色 樱花的颜色 对 好啦 那我要这个 对吧 可是这个我也好喜欢 好我们待会再特调另外一个味道 对对对好 没问题 所以这个是香水瓶吗 香水瓶 怎么这么漂亮 把它旋转一下 旋转吗 我来 轻轻的转下面 哦 是转一下 只好从上面拿起来 哦 原来如此 好漂亮 那您选味道 我来帮您弄那个 那我要冰漆 这个 嗯 然后呢 继续闻一下 嗯 那我 我没有写号码 你怎么知道 我 我选的是什么 所以尽量让它可以 1234 这个是刚刚从哪里 这个是 我已经有点忘记了 没有这个 这个是茉莉 好 这个是 诶 这个是玫瑰 最后的玫瑰香精 我真的好喜欢它 然后 然后 等一下哦 这个是桂花 嗯 这个是桂花 好 然后 哦 都喜欢吗 茉莉 这几个味道 对啊 我就觉得它好像不太搭 可以可以 相信相信它 你待会把它给全部拿在一起 放在一起 你试试看 这个是什么 我有点忘记 这个是伊兰 像水色 你说你很少用的嘛 对不对 这个 橙花 橙花也很漂亮 对 好好好 那我剩四种好了 那你把它放在一起 你说把它融合在一起 你闻闻看它的味道 好 好 大家今天一定要来抽 今天真的是 今天不得了 好 融合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 还不错 对吧 我觉得还不错耶 对 世间万物就是这样 没有融不了的 是这样吗 它的香气 你想到那种花圃里面 百花盛开的时候 所有的味道呢 都是呢 非常的强盛 可是刚刚有人说 他们家的公园 附近的公园 嗯 有一种开花 然后那个花臭得要死 真的吗 诶 大家知道那个什么 日本的那个 日本大家除了看樱花之外啊 其实在秋冬的时候 我喜欢去看那个 银杏 那个银杏 那个银杏是黄色的花 杏 大家知道吗 黃色 天你知道吗 那个花真是有够臭的 天啊 它掉下来 就是它 你知道 大家知道我说的那个吗 就是会有那个银杏树 然后就是整满地的那个 落花缤纷 然后是黄色 那个拍照真是美透了 可是你在那里 就要忍受那个恶臭 那个花真的超臭耶 还有一种那个子藤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子藤我知道啊 子藤花 子藤其实它有大蒜味 然后它的一个花朵 可以入菜 可以拿来包肉 你知道那个 杨明身上有一个 那个子藤花园啊 每年那个也是 差不多就是这个季节的时候 也是有特别 特别有呢 这不错啊 不错啊 还有一滴的分量 我刚刚是两滴 两滴 还有一滴你想要加哪一滴 还可以再加一滴是不是 对你可以 你可以觉得 刚从这四种 你觉得哪一个味道 可以再加重一滴 好 我来选一下 那大家待会呢 也继续看我们后续怎么做 先休息一下哦 今天礼拜三 同爱自己 百花盛开 花朵香气献礼 戴田国际风疗学院校长 建雅文老师 在这里跟我们来聊 怎么样自己来 运用现在这个 春季的各种花朵呢 用这些香氛 来抚慰自己的心情 还有呢 怎么样调制这个香水 那刚刚我选到的这几种 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选到哪些 但是这个我觉得 大家自己家里应该很难会有 因为真的所废不知啊 就这个 桂花很贵嘛 我记得 桂花也贵 莫莉也贵 对对对对 橙花也贵啊 橙花也贵 你今天带来的哪一个最贵 都贵 都贵 莫莉跟橙花都贵 石墨大概 两万三 天啊 石墨两万三 所以老师说 他今天调制的是史上最贵的香水 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那真的是也要送给我了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 那我刚刚挑的是 玫瑰香精 小花茉莉 因为还有分大花对不对 对 小花茉莉跟大花茉莉 我挑的是小花茉莉 还有桂花跟橙花 对 就我都挑到桂的 做得好 我都挑到桂的精油 太好了 然后呢 呃 我们在调制的时候 是先放什么 我们先放了那个呃 就是先放了丁剂 丁剂 这个丁剂是用野姜花 野姜花丁剂 这个是老师先做好的 是 那丁剂的做法 我们再跟大家说一次 很简单就是把新鲜的野姜花 把它用你要浸泡的这个酒精 像我上泡在福特加里面 所以我先用福特加先清洗一下这个 呃 野姜花 之后把它拿一个空瓶子 浸泡在呃 那个福特加里面 嗯 然后这样子要泡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嗯 它的一个味道才会完全的释放在这个液体里面 所以这个已经已经一个月了 它已经一个月了 所以你看它花朵都已经变得很透明了 可是很漂亮 对 跟那个 它好像水母 真的很像 它好像水母喔 真的 很像那个我们去那个水族馆里面看 在那个玻璃 没错 玻璃缸里面的水母 没错 好美喔 很漂亮 就是野姜花 对啊 味道很漂亮 它颜色不会变黄欸 不会 茉莉才会变黄 因为茉莉或者枝纸花会变黄 因为它们很怕水 喔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摘种茉莉跟枝纸花 有时候浇水的时候不能够直接浇到花朵上 太美了 嗯 好 这个是我们用野姜花丁记 加多少丁记 我们用了六末 六末的丁记 因为今天total是做十末 对 所以我们做了六末的一个丁记 好 之后加上了就是两滴玫瑰 嗯 三滴茉莉 嗯 两滴桂花跟两滴橙花 所以我们总共加了 九滴 九滴 对我们今天加了九滴 好 然后呢就要把它先跟丁记先摇匀 嗯 但是没有办法完全摇匀 所以快速摇晃之后 嗯 我们就要尽速的再加上 唇露 唇露或是唇水 对 然后今天加的唇露呢 是橙花的唇露 嗯 嗯 所以它里面就会有富裕新香 好 所以调好的就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 那我现在摇晃之后 它的味道其实已经融合了 已经融合了 那我可以喷一点 当然 请喷 我喷一点在手上 好 来闻一下它的味道 哦 非常的香 但还算是蛮淡雅的 对 自己制作的香水 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等比呢 大概就是 我们今天用的大概是4.5% 这就是很天然的味道 很天然的味道 而且自己挑 童魂自己选的味道啊 当然是最好的 所以我现在 然后这个 你看这个这个 这个瓶子好棒 旋转一下它就进来 然后旋转出来 不用拿出来 直接这样就可以按了 太赞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所以好 我们教大家怎么样做自己的香水之外呢 其实 刚有讲 花朵的话 我们能够怎么样来 就是比如说像刚刚 嗯 我们如果不会做 做这个 做 做丁忌 嗯 直接绣纹啊 而且欣赏 很多时候呢 就是探看花朵啊 就是要靠我们的五感 你可以去触摸 每种花朵 其实它有不同的一个手感 嗯 你可以看看它有不同的形状 不同的颜色 嗯 然后细细的去品尝 绣纹它的心香 嗯 其实花朵自古以来啊 都可以变成花叉 嗯 或者是都可以拿来 沐浴洗滴 所以你这些花 你全部都可以拿来泡水喝吗 嗯 原则上没有 绣球花就不会 绣球花就不会 对啊 嗯 有点毒性 如果对于在饮食的话 哦 百合啦 百合也要特别的注意 百合其实它的一个精 球精是ok的 可以食用哦 它的花朵 其实还是有些微的毒性 欸 那就所谓毒性就是它 有可能会让你拉肚子 欸那我们今天来聊一下 一些花朵的应用好不好 嗯 生活的应用 没问题 因为有些可以吃 有些不能吃 对 那你就把今天带来的讲一讲 嗯 还是说春天 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的话好了 春天看到的话 大部分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话 那我们来讲一下 那这些花朵如果大家呢 就是走在公园里面啊 或者特别有一些景区 其实大家也可以上去 网站上面去搜寻一下 春天会有一些那一种 花朵的农场 其实呢 都有很多的一个花会 跟大家招手 让大家好好的去欣赏 那农场里面 他们就会卖这种 所谓的新鲜的花朵 那新鲜花朵拿到之后 当然就是你可以直接 拿个盆子呢 去做一个栽种 那当然你也可以 直接把它拿来 呃就是直接做浸泡啊 那或者就是直接拿来 沐浴洗滴的时候使用 沐浴洗滴怎么用 就像我们看到那种 古代的贵妃啊 对洗澡的时候 放一点花 在你的水盆里面 那到底有什么用 哎感觉快开心跟快乐 那就是感觉快乐而已 我有长辈你让他 泡手泡脚他不要 但是他又手脚冰冷 怎么办呢 去花园那边捡几朵花 让他漂浮在水面上 嗯 他会笑得跟孩子一样 瞬间就是非常的欢乐 所以吃 可以拿来吃 只有你刚刚说 百合的球 对 我觉得可以吃的 大家就思考一下 有什么花茶 嗯 花茶有的品香 你才可以栽采这一些 天然的这一些 植物或花卉 来做使用或饮用 我现在这边就有一杯 这个是干燥的 这干燥的 野姜花 所以野姜花 可以变成野姜花 漏种野姜花 香肠或野姜花茶 嗯 嗯 所以家里面如果有那种 烘果干肌 嗯 你就可以把你们家的一些 花朵的部分 把它放在烘果干肌里面 让它变干 所以刚刚那个就是 直接烘干了 烘干之后直接就可以 拿来引用 那哪一些花要注意 可能会有毒性 嗯 蛮多花朵都有毒性的 杜鹃不行吗 万年青 那家里面其实都有栽种 万年青 万年青它不是花啊 它是绿色的植物 但它的毒性是属于 你摸摸它的叶子 遮着它的叶子 再拿食物放在嘴巴里面 它就有毒性了 真的假的 真的就像是那个 圣诞节的时候的圣诞红 嗯 它有毒性啊 它有神经毒性啊 哦 也不能随便摸 随便搂眼睛啊 我们有很多孩子是这样子 哦 好 所以 那这样的话 怎么知道哪些 可以拿来泡 哪些不行 没有列入到食物的 一个品项里面 或者是花床的品项里面 大家就要千万要切记要小心了 好 OK好 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下 就是我们做好的香水 是 我们要怎么保存 其实最好就尽数把它给用完 嗯 因为我们里面没有用什么乳化剂 我们只有用那个丁剂来做戒指 嗯 所以就是呢 我觉得大概就是一个月吧 嗯 嗯 就要把它用完 花朵类的精油打开之后 可以放三个月 嗯 但是我们现在把它融在那个丁剂里面 刚刚又加上纯乳 最重要的是纯乳不耐放 哦 嗯 倒不是丁剂或是金额 哦 纯乳不耐放 纯乳不耐放 纯乳它很容易会有一些变质 易变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们今天的好处就是 我们这个瓶子很厉害 嗯 酸井之后我们不会开开关关 嗯 所以就可以让它变成 从一个月的保存 可以放到两个月了 嗯 好的 好 那呃今天呢 这个晚一点之后呢 大家可以上这个呃 飞碟联邦网生活同乐会的粉丝专业 哦 因为呢 呃 雅文老师今天真的是那个 这个佛心来着 哦 这个不过也不是因为地震啦 他本来今天就是带了这么好的东西 要来送给大家 所以待会晚一点呢 我们就来请大家上这个飞碟联邦 生活同乐会的脸书来进行抽奖 那就会拿到老师手做的这一支春天花朵的香水 嗯 真的非常非常的 我跟你讲反正外外卖买不到啦 因为这些都太贵 没有人会用这种东西去做香水给你啊 都会亏死 重点是同文亲自挑选的香气哦 对啦 我挑选的香气啦 我们两个合体的 对所以今天呃 再次的感谢雅文老师 陪我们度过这个今 今夏的早晨 用花朵跟花香来安抚我们的心 就爱点你UFO